不同类型的蔬果 可以在位于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的这间店里找到 价格比市面上的便宜高达四成 可是他们的外表未必美观 25岁的杨佩珊是这里的毕业生 去年和同学开设这间店 他在三年前因为学校作业 发现水果摊的丑陋蔬果 因为无人问津而被丢弃 于是想到了售卖丑陋水果的概念 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些橙汁 所以你看这边有一点疤痕 还是瑕疵 但是其实还是可以使用的 是因为年幼的时候被那些树枝 风吹的时候刮到 所以他们就有一些疤痕 但是只是在表层里面还是很好的 有时候超级市场有一些要求 所以这些都不会达到那些要求 除了把不美观的食物榨成果汁 佩珊也把丑水果做成冰棒和创意水果盘 佩珊也发现最近几年出现供应商货物过剩的问题 所以他会以比较低廉的价格买进这些食物 放在店里售卖 创业至今他已经卖出了120公吨的蔬果 赵慧琳是这间店的常客 两三年前他认识了佩珊 也向他购买由丑食物榨出来的果汁 我就喝了我觉得也没差 然后也开始去阅读一些关于比较丑的食物 比如他们的营养价值会不会被妥协 或者营养价值跟美的食物有什么不一样吗 所以我读了觉得没差 后来他也慢慢的变成他有自己的店 然后除了水果外他也有供应一些蔬菜 所以我也增加我的购买的量 最近因为疫情 Agri Food的生意搬上网 而慧琳在家的时间多了 每个星期也会上网订购 让一家六口享用 我觉得虽然他们的店家有丑食物 可是我觉得他在自己的品质 我知道他自己已经有挑选了 然后才摆放出来买 新的货源的话 你也应该就是那个量不用买这么多 我试试看你觉得口味 口感 样子都是在你自己能接受的范围内 疫情下大家缩紧荷包 不美观的蔬果价格比较便宜 公众会愿意购买吗 前线摆放了两个蔬果 询问公众意见 便宜又可以秀的话我本身又可以接受了 今天或明天会吃掉的话 我是会买 因为不要浪费 我应该不会买了 因为如果你买了 你不可以吃回家是要丢掉 是不是你浪费你的钱 看它的颜色 如果那个价格是不错 我们可以考虑啦 它有时候那个皮肤不美啊 这里面是甜的 当我们的水果有一些饭点 人家就说坏了 不可以吃了 但是其实这些只是表层的 然后其实如果我们切给它们看 切出来其实里面都是很好 还是可以吃 就是因为我们一直都看到很完美的水果 所以当我们看到有点瑕疵 就觉得它们坏掉 但是坏掉还是烂掉这些实惠 只是用来形容那些已经发霉 还是触摸起来真的是过暖 然后开始出水这些了 究竟不美观的蔬果 在营养价值方面和一般蔬果有何不同 前线边岛走访了邱德巴医院的 高级营养师翁楚祥深入了解 如果我们是讲营养成分 基本上它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分别 当然如果是说可能有一些些的水果 比如说像我们的香蕉 当它过熟的时候它的糖分会比较高一点 很多丑的水果基本上它都是我们所谓的有机 它在长的时候比较自然一点点 所以如果是说以健康或者是营养方面来说的话 其实我们的丑的水果 其实还可能会比我们的美观水果来得好 丑水果主要分两种 比较硬的如苹果和瓜类 还有比较软和容易受伤的如草莓 硬的蔬果经过碰撞通常还能使用 但软的蔬果被撞压后 必须确认没有发霉或怪胃后才能吃 它的外皮开始有一点泄漏的话 那个我们就可能比较担心一点点 因为基本上我们的细菌可能会进入我们的肉里面 我们要避免比如说像我们的水果跟蔬菜 有这种伤害的话 我们尽量就是选择吃新加坡产生的那些菜跟水果 佩珊也建议顾客把一些蔬果分开放置 让他们耐得更久 例如香蕉和番茄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就是有些蔬菜水果 其实会释放出一些气体 就是让他们会比较快熟 番茄对这些气体很敏感 所以一定要不可以跟那些 好像蔬菜水果 比如好像香蕉放在一起 本地年轻人怎么利用手机应用程序 和人工智能减少食物浪费 本地年轻人工智能减少食物浪费 本地年轻人工智能减少食物浪费 本地年轻人工智能减少食物浪费